然后再往进一步讲之前 就是我来简单说一下人的智能 之前大家可能就上了 就讲了一些数学的东西 然后讲了物理的东西 然后还有有关机器学仪的基本的技术 我这个是倒推回来 从更宏观一个角度 讲一点点神经学的东西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从格士塔定律到赫布定律 格士塔定律 如果学过设计的话 因为我不知道直播间里 同学们有没有学过设计的 有设计师吗 要是有设计师的话 可以告诉我 格士塔定律 最简单 我们先从最简单说 就是空间临近 什么意思 就是说比如说六个点 我们会把中间的三个 和最左边两个点看成一组 这个在格士塔原则里 叫做临近原则 就是你会把空间相近的东西 放成一组 还好理解 就比如说你把五个东西放在一起 它自然就成为一组了 那两个放在一起 是另一组 这个在设计里头非常常见 比如说这个是Metford Design 一个设计规划 最左边的图标点开了之后 你可以发现一二三四四个都是头像 然后最下面是X 这个是度 就是说这个是可以对的 这个是对的 右边这个是一个头像 然后两个不同的图标 就是说它把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 它不应该成为组 这个是错了 这是格尔亚定律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含义临近 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稍稍解释一下 比如说我们把一个电锯 就是一个电锯和这个和这个一组这个照片放在一起 比如说这个是这个 就是比如说 曝风雨或者是什么什么事故之后 这个树倒了 然后这个把那个车压住了 这个时候有一个电锯出现 我们会把这个电锯和这个路障联系到一起 这一组突变其实激活的是你对这个电锯工具的记忆 这是含义临近 就是你把一个电锯和一个路障放在一起 它自然产生意义了 产生的是一个工具的含义 第二个呢 是把这个电锯和这个冰雕放在一起 这个时候激活你的记忆呢 或者说激活你的这个情感 是艺术创作的一个情感 艺术创作的一个需求 我要创作艺术创作了 电锯是一个工具 第三个呢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这个电锯和这个野生动物 这个比如说这个星星这个放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电锯激活的是什么 是破坏这个原始森林 这个砍伐树木的一个记忆 它是一个消极的消极的一个一个一个含义 电锯本身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电锯本身这三个图的电锯都是画出来的 它并没有一个就是说一个方向性的 它应该是什么样 但是它和某个具体的场景联系起来的时候 它其实是几乎不同的记忆 它的含义是不一样 同样一个电锯它有三个不同的含义 然后呢我来说一下这个荷布集合 荷布集合是神经学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定律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细胞 八个细胞 然后呢这个细胞之间是彼此相连的 形成一个相对复杂的一个网络 细胞集合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外界的刺激 比如说是个圆形 圆形对吧 有点类似于这个训练集体的这个数据 有点类似于这个训练集体的数据 比如说你不停的给它看圆 不能给它输入圆 这个时候呢其实它会形成一个细胞集合 就是有对这个圆的细胞集合 这个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过程啊 首先是细胞集合被刺激激活 然后撤销刺激后 通过细胞相互激活 这么保持活性 然后呵护修饰加强了这个 激活的神经元之间的相互连接 强化连接 然后包含这个记忆 这个就是格勒塔定理的原因 或者说是神经学的解释 我们看到最左边这个图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圆 少了 少了一些部分 少了几块 但是呢它只要有相应的 还有的这部分 激活了原有的 那个已经形成一个网络连接的 一个集合的时候 它就会激活你对这个东西的记忆 就是你其实看最左边的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还是会把它看成一个 这个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树后边 有一只椅巴露出来了 它是一个动物的椅巴 我们通过这只椅巴 可以脑补出来 这是个什么动物 它是长椅巴短椅巴 还是大椅巴小椅巴 我们知道大概是什么动物 这个其实就是 当某一个刺激出现的时候 它会激活我们对这个刺激相关的记忆 就这个意思 就是喝不即喝 它其实是导致这个格勒塔定律 就是说你把一个图形并不完整图形 看成完整图形的一个 神经学的一个基本的原因 这无论是空间 时间 含义的临近 格勒塔原则都是了激活 都是激活了一个 我们脑中既有的荷不即喝 也可以叫记忆 这个时间我没有说 我给大家描述一个场景 什么呢 比如说每天大家可能会坐电梯 坐电梯 然后电梯里其实每个人都是不认识的 可能有两个人是认识的 然后另外两个人是认识的 这个时候 A组的两个人说 说今天是星期六 B组的人说 火箭队赢球了 然后你是旁观者 其实呢 A组的对话和B组的对话 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因为它时间是临近的 就是比如说A刚说完 星期六 B组的人就说火箭队赢球 我们自然就会认为星期六火箭队赢球 但是事实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不是 可能是星期五火箭队赢球了 它可能星期六说的是另外一个事情 但是只要是时间上相近的东西 在我们信息输入的时候 就我们大脑处理这个信息相近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组合成一个有意义的事件 我们那一刻会相信星期六 火箭队赢球了 但是又反过理想不对 他们两个人可能是没有关的 然后我们又否定了这个阳法 但那个想法一定会出现在您脑中 我们再看最早那六个点 其实这六个点激活的是什么概念呢 它激活的是下足的一个基 就是说下足的一个短滑长滑点 其实是上面这个图形的一个合不集合 我们做这个各种训练集的时候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具有相关性的 是掩耳的类似的效果 格什达定律呢 就是这个合不定律在视觉层面的一个宏观总结 就是相关性 就是为什么被东西放一起了 它产生这个东西 感谢观看